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与火药 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 并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 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造纸术 从技术源头上看 造纸术起源于养残制私过程中的飘蓄 受此启发 在西汉前期 中国人已发明了 用植物纤维造成的麻纸 早期的西汉麻纸比较粗糙 不便书写 到了东汉时期 蔡伦于公元105年 改进了原先的造纸术 用麻类 绳头 鱼网和树皮等 造出了质量优良的蔡猴纸 满足了人们的需要 东汉末年造纸业 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业 在蔡伦改进和推广造纸术不久 四世纪前后传到了朝鲜和越南 八世纪中叶 经中亚传到了阿拉伯 经过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的交通 造纸术又传到了欧洲 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二 印刷术 印刷术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首先出现了刁板印刷 然后又出现了活字印刷 中国大约在隋唐时期 或更早已经发明了刁板印刷术 刁板印刷一般选用 文字细密坚实的木材为原料 优于刻字印刷比手写传钞优越百倍 因而被不断推广传播 正当刁板印刷的发展取鼎盛时 作为对刁板印刷术的改进 中国印刷技术出现了一个重大突破 沈阔墨西比坛卷十六记载 宋代 庆历年间 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就是以胶泥为原料 预先制成单个活字 经烧制以后 排版印刷的方法 元代王珍又研制成功了木活字 并同时发明了轮转排字架 推动了活字印刷术的普及 印刷术传入欧洲以后 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第三 火药 火药的发明来自于古代中国炼丹制药的实践 对碳、硫、销三种物质性能的认识 为火药的发明准备了条件 特别是销的引入是制造火药的关键 唐初医学家、炼丹家孙思淼 在他的《孙真人丹经》中 记录了黑火药的配方 公元808年 唐代炼丹家清徐子 在他的《太上圣祖金丹秘诀》中 记载的《俯火番法》 是最原始的火药法 到宋代 火药从炼丹炉转入火药作坊生产 北宋、曾公亮等主编的五经总药 记录了三种火药的详细配方 火药的使用标志着化学力量进入战争 并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和军队的编制 火药很快被用于战争 这是追求长生不老的炼丹家们没有想到的 也使他们感到失望 所以宋代之后的炼丹家们开始转向内心 依靠修身养性来延年益寿了 大约在十三世纪 火药知识经由阿拉伯地区传入欧洲 对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专制制度 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 指南针 中国人是磁的最早研究者 磁最初称为磁 磁祥的磁 是因为他吸铁石向磁母抱婴儿 据韩非子记载 战国时已有先王以天然磁石制成的磁骚 磁南以指尸方向 汉代王冲论衡中也提到了指南勺 北宋时利用磁性指南的工具和方法 有了很大的发展 出现了指南鱼 指南针等指南工具 以及多种指南方法 北宋曾功亮主编的五经总要中 记载有指南鱼的制造方法 沈阔在孟西比谈中 对指南针的制作和功能 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并首次提出了对地词偏较的认识 指南词针一经发明 很快就被用于航海 推动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发展 大约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 指南针传入阿拉伯 并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及世界各地 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贸易往来 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世界文明的发展 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 陆续传入西方 为资产阶级走向政治舞台 提供了物质基础 印刷数的出现 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 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 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火药和火器的采用 摧毁了封建城堡 帮助了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 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们的手里 使他们有可能发现 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 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 和工厂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总之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 留下了灿烂的一夜 这些伟大的发明 影响造福了全人类 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我们本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